同样是偷渡行为 这是中国一个州姓男子 从福建偷渡来台靠的 是一个在偷宝买的橡皮艇 花了12个小时 竟然横跃了台湾海峡 将近100海里 然后非常顺利的 从台中港的西码头这里上岸 经过过程当中 海巡竟然完全没发现 还是因为这个偷渡客肚子太饿了 出来找东西吃 这才被民众发现之后报警 国安防线是不是螺丝松了 海巡中部分属解释 很可能是橡皮艇 被大型的货轮挡住了 一时没有发现 远从福建偷渡来台湾的周姓男子 说羡慕台湾的民主自由 强调自己是来投奔自由的 但远警还是将他团团包围 担心乘坐军用橡皮艇的他 会不会是中国军方的先前部队 33岁的周姓男子公称 他是在网路上花7万元 能够买山寨版的军用橡皮艇孤身一个人出海 但就在两岸气氛紧张的这个时候 竟然能够一路突破海巡的雷达 避开巡逻船只横跃台湾海峡顺利上岸 千名周姓头陆克拿大事后向海巡共称 他是在网路上先购买了橡皮艇 以后在4月30号早上9点从石石市出发 航行100多海里在晚上11点半左右 抵达了台中港的西码头 当时他是先躲起来 但是后来肚子太饿了出来找东西吃 结果就被民众发现 然后再通报警方 斟断过程海巡完全都没有发现 海巡的中部分署解释 雷达涵盖的范围有12海里 到底怎么会被区区的橡皮艇突破 他们说会调出当时的雷达值班人员 厘清有没有疏失 只是初步调查偷渡的周姓男子 没有军事背景 靠着山寨橡皮艇 竟然能够横跃台湾海峡 如入无人之境 这次国安防线真的出了大漏洞 华智奇闻无连离品新SNG台中报导